大家好,我是多枪石神 在2022年的7月1日 有一系列的新的法律 在美国的加州生效了 有些对民生有直接影响 那么有一些呢是有关枪械的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 简单的报备一下这些法律 都是什么法律 声明和注意事项 本人并非律师 此视频内容如果涉及法律 请不要当作法律咨询意见 所有的视频内容 是结合我个人的经历 考量和经验的产物 如果您对视频内容 有法律方面的问题 请您与所在地区的司法机构 或者有执照的律师联络 来寻求正确的答案 视频中出现的靶场实弹演练 均有专业合格人员指导监督 确保安全 视频内用来示范的枪械 均在拍摄前做个安全检查 并确保周围没有实弹 有空请参考我视频下方 简介部分里的枪械安全守则 其实这个视频在六月底 就应该出了 但是我带着家人去旅行 那么回来以后再补上 第一个在七月一号生效的法律 就是扰民 但是对大多数人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加州是开餐馆的 或者从事酒吧 或者在酒吧里做服务人员 或者您是调酒师 或者你是这个生意的业主的话 政府要求你在他们新创立的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培训服务里面 再重新培训一次 他希望以此减少酒驾事故的发生 那么这个新的法律影响到 加州大概五万六千个生意 基本上是涉及餐馆和同类型企业 法令生效以后 六十天以内你要完成培训 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你要完成培训 再讲白一点 就是说是基本上你卖酒的地方 你都要付一笔钱去培训 那么看到有人喝的差不多了 你就不要再继续给他 供酒给他了 他喝的明听大醉的话 你看到他出门开车了 你受过培训了 作为卖酒给他的生意 你应该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果我看这个法律 也就是说加州政府将一些个人行为的责任 转嫁给一些餐馆和酒吧身上 政府要收钱培训嘛 他基本上是敛财 然后扰民 然后打出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来说 是你要培训 然后第二个法律 是学校开课时间是推迟了 七月一号开始 加州除了偏远郊区的学校以外 那么市区内所有的学区的中学的开课时间 不可以在早晨八点之前 高中开课的时间 不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前 这个法律的制定 他解释的是为了缓解青少年 睡眠不足对身心发育造成的伤害 我们学区初中本来开课的时间 就是八点以后 那么高中开课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你觉得这样对孩子睡眠有任何帮助吗 就三十分钟 父母早晨要上班的 不还是一样会在同一个时间要孩子起床吗 因为要吃早餐啊 各种准备的活动 那么父母的工作时间没有更变 那就是会提早将小孩送到学校 那小孩站在学校多等一点 对他们的睡眠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种垃圾法律和规章制度 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你要想孩子们睡眠充足的话 那么是家长的责任 那么家长可以要求他们早睡一个小时 不是更好吗 这样不会更有效率吗 为什么要做一个法律 说是学校开课的时间 推迟三十分钟呢 在这个法律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对工作的家长影响 要比孩子的睡眠影响 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第三个 7月1号实施的法律 是最低工资 有几个城市提前将 他们室内的最低工资要求 提高到每小时15美金 加州全面最低工资提升到15美金 是2023年的1月1号 但是有些城市呢 就提前把这个时薪就提高到了15块钱 基本上是湾区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是Alameda Berkeley Fremont San Francisco Emeryville Foster City 还有Milpitas 其实加州最低工资 不只是15美金的 到处都不只是15美金的 15美金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麦当劳现在我看到最高付的是21块钱每小时 星巴克我见过最高的是26块钱一小时 那么沃尔玛都已经到了23块钱了 你就真的别开玩笑了 你付15元给人家去 让人家去最低工资来上班的话 你人都请不到 一个人都请不到 因为有的是地方付的比15块钱多 那么我在美国30年了 我总结出一套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 什么是真正的市场最低工资的方法 就是你要看一个工作餐的价钱 就是中午大家就是工作餐出去吃午饭的价钱 特别是你要看华人或者越南餐馆的一个午饭的一个工作餐的价钱 因为他们已经把成本会压到最低 他们而且会比较上心这个事情 你付了小费出门的那个价钱 就是应该是现在市场上的最低时薪 那就是市场上真正的平均的时薪 那么因为美国请一个人打工 你不只是要给他一个一小时的这个工钱 你还要帮他买劳工保险 还有所有的一些消费加在一起的话 请一个人的价钱 通常是你时薪的还要加20% 如果你的时薪是15块钱一小时 那么对一个雇主的来说 他的花费应该是在18元一小时 来请一个人帮他做事 以我以前的经验 你做餐馆要考虑到最低工资人群的收入 你要控制你的一个工作餐的价格 在最低工资的一个小时的收入左右 那么我上个星期去了圣河系一个越南餐馆 去买外卖 他们家只有一个招牌的面 就是说是顺化牛肉面线 就是Bumboway 他们那个地方做的是最好的 十年前我在那家开始吃的时候 是12块钱一碗 美金呢 那么我在上个星期去吃的时候 我买的外卖是18块钱一碗 20年前我在加州打工的时候 最低工资7块5毛钱左右 那么一个中餐馆的盖饭也就是8块5左右 那么这个定价很好理解 你要让人觉得自己在工作8小时以后 花一个小时的钱去吃顿饭 是可以消费的起的 那么亚裔开餐馆已经将成本压得最低了 刚才我讲过了 所以你要看中餐馆越南餐馆的价位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当地真正的平均最低工资 这个话题我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最低工资 其实不是15块钱 应该是18块钱左右或者更高 第四个通过的法律 就是三藩市那个有名的金门大桥的过桥费 又要涨了 金门大桥只是进三藩市的时候那段路 它要收费 出去的时候不收 那么91年的时候 我来美国的时候 是三美金过一次那个桥 今年2022年的7月1日 它涨到了9块4毛钱 过一次那个金门大桥 你可以通过用电子过桥付费那个方式 可以更便宜一点 但是说是最高的话 你过一次那个桥 是达到了9块4毛钱一次 第五个法律通过的是汽油的税 每加轮加三分钱 其实啊 那么美国的汽油贵并不是汽油贵 那么加油站的老板 其实每一加轮的汽油赚大概一毛到一毛五分钱左右 那么原油的价格 汽油的税 炼油厂的成本 运输 还有营销 是构成汽油价格的几个重要环节部分 其实政府是有能力降低油价的 但他们不会 他们不收这个汽油税 他们就没有任何的钱来挥霍 对不对 如果他们今天说是汽油太高 我们不收汽油税了 或者暂停汽油税的话 那么汽油价格会马上降15%到20%之间 如果他同时开放了美国本土 采油和炼油的话 那么油价会即刻腰斩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话题 我说的对不对 或者准不准 然后大家可以细细评一下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六个法案 在7月1号生效 那就是枪械法案 终于轮到枪了吧 那么加州出台一些新的法律 不可能没有新的枪械管制法的 对不对 那么加州进一步加强了 对枪械威印 那个叫做micro stamping的要求 那么我解释一下 加州有个臭名昭著的手枪名册 handgun roster 就是在这个名册上的手枪 你才可以在加州买卖 就是说政府要批准 你可以在加州买或者卖一些什么样的手枪 还有他们的型号 这个新的法律呢 就是对可以上这个名册的手枪 要求更加严格 其中一个要求 就是说是你手枪要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你每发射一颗子弹 你的枪要在那个弹壳上面印上发射 这颗子弹的枪的品牌 型号还有序号 这样的话 那么警察在枪禁案以后 可以找到弹壳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枪是谁的 然后听起来很好啊 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其实是刁难 基本上就是说是 你要卖火柴的话 每一根火柴最后一节要有个序号 那么火柴烧完了最后一节留下来了嘛 那上面有个序号 如果有人用你的火柴种火的话 那么可以及时的查找谁买的火柴 谁放的火 这个其实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加了成本 就算现在每根火柴都有序号 你也不可以阻止任何人 用那根火柴去种火 很多枪械厂商不跟你玩这个游戏 他们会退出加州手枪市场 这个microstamping 就是way in这个要求 可以做得到吗 当然可以 但是没有一个厂商 现在有成熟的技术 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面 批量去做这些手枪 基本上就是说是 加州政府要求枪械厂商 去在他们的枪上 去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不实用的技术 除了刁难的意思以外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加州的朋友们 以后你们会见到 越来越少的手枪选择了 再过几年 枪店我想大概也只有卖那种 小李飞刀的飞刀了 第七个也是枪械的法律 幽灵枪就是所谓的ghost gun 指的是那些没有序号 或者没有登记的枪 他们将没有登记的枪 也列入了警钟法 就是red flag law里面 可以没收的枪械范围内 那么这个警钟法 red flag law就是说是 有人举报你对自己 或者对他人有威胁 比如说是你的老婆 你得罪你老婆了 你很久没有给你老婆买包了 你老婆气不过 就把你举报了 说这个人神经病 或者说是你的家人 邻居还有你的同事都可以 一通电话 不需要经过法院批准 警察可以直接上门 没收你所有的枪 以前他们只可以没收 在你名下的枪 但是现在这个法律一出来 你接触到的枪都可以没收 而且我看这个法律 你可以进一步解读为 零件或者还没有组装好的 都可以没收 那么上门以后 你看得到的枪械都可以收走 而且这个东西是匿名举报 就一通电话就可以了 谁知道谁打的电话都不一定 警察局里面的人 可以给自己打一通电话 然后上门没收你的枪 不用经过法院 直接就进你家 把你所有的枪收走了 你想想看 现在加州对人们的权利 践踏到了什么地步 以后我看到有什么 其他的法律出台之前 我会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是脱墙式神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